我們來看正因數的個數 在講這些公式之前 如果一個正整數可以分解成標準因節分解式 這樣的話,n的正因數的個數等於這個公式 我現在舉個例子來說明 再來正式證明 比如說,我現在有個例子 比如說12行,這是n 可以分解成多少呢? 寫成標準分解式 2的2次方 乘以多少? 乘以3,3的一次方 標準分解式 現在要求正因數的個數 正因數會有哪些? 這個是α1 這是p1 這是α2 這是p2 這個 我這個 任何一個呢 它的因數 我叫d 任何一個 十二的因數 都可以寫成2 2就多少呢? k1次方 乘以3的k2次方 其中,k1 它會小的等於2 大於等於0 那k2呢? 它會小的等於1 大於等於0 也就是說,我k的話可以從0一直帶 k的話可以帶0 帶1、帶2 k2可以帶多少? 帶0跟1 好,比如說 d等於多少? 2的0次方 乘以2的3的0次方 這等於1 這個是12的因數 或者是說d 我也可以代用2的2次方 乘以多少? 3的0次方 這個等於4 它也是它的因數 好 2的話 k1 可以 0、1、2 隨便帶1個 k2是0跟1 隨便帶1個 所以總共有幾種情況 總共有六種情況 就是3 乘以2 總共有六種情況 這3乘以2 這個3怎麼來的? 3的話 就從0數到2 那從0數到2的話 它的總共有幾個? 就是2 再加1 那個1的話 就是代表0這個數 所以它總共有多少? 它因數總共有幾個? 因數它總共有多少? 總共有1、2、3 因為k1可以從0代到2 可以代0、代1、代2 k2可以代0、代1 這個有兩種方法 這個有三種方法 總共有幾種方法? 就是3乘以2 總共有六種方法 同樣道理 我正說 如果一個正整數 N 如果可以寫成 p1 alpha1 一直到pr alphaR 的話 那這樣的話 N的所有的因數 都可以寫成什麼樣的形式? p1 k1 p1 一直到pr k1 然後其中 k1 它是小的等於alpha1 大的等於0 所以k1的話 有幾種區法 有alpha1加一種區法 alpha1加一種區法 點點點 然後kr k2 它是小的等於alphaR 大的等於0 那這個的話 有幾種區法 就是alphaR 加上一種區法 所以 就alpha1 它有多少呢? 它有alpha 就是k1 k1 k1它有alpha1加一種區法 k2 它有alpha2 alpha2加一種區法 點點點 所以 總共有幾種區法 總共有alpha1加1 乘以alpha2加1 點點點 有alphaR加1 有這麼多種區法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正義數的個數 它在 正義數的總和多少? 正義數的總和 我們不是說嗎? 這個正義數一定可以寫什麼? 有很多種形式 形式 形式 k1 可以是0 1 2 k2 可以是0 1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 0 b 就是12的因素可以等於多少呢?可以是等於2的0次方乘以多少?3的0次方乘出來 也可以等於多少呢?等於這個2的1次方乘以3的0次方 也可以2的2次方乘以3的0次方 這個展開來多少?都是12的因素 也可以等於2的0次方乘以3的1次方 2的0次方乘以3的1次方 也可以是2的1次方乘以3的1次方 也可以2的2次方乘以3的1次方 所以把這個全部展開來 有1加2加2的平方 加多少?加3 加多少?2乘以3 再加2的平方乘以3 這些都是12的因素 也是所有的12的因素 全部把它加起來 就是它的總和 這總和就是它 它是它的內容 它的話就是 從2的0次方一直加到2的2次方 所以這是一個等比 極數 就1-2公比 分之1-2的極數 像素 總共幾下 1-2-3 3就是2加1 2加1 1-3 1-3 這也是等比極數 1-3的像素 像素就是1加1 這是α1 這是α2 這是PE 這是P2 所以只有這個公式 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 就是 那個 Pα1次方 P2α3 到達Pr 的α2次方 它正因素的總和 就是你把這個展開 P0次方的1 加上PE的一次方 一直加 加到PE的α一次方 再乘以多少呢 E加P2的一次方 一直加 加到P2的α2次方 點點點 到達 E加Pr的一次方 加到Pr的α2次方 這個全部把它展開來 每一項 都是N的因素 而且通在裡面 沒有缺項 你展開來 把它全部加起來 就是N的所有正因素的總和 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 它是個等比極數 這個等比數 1-P1 分之1-P1 分之1-P1 幾項 總共是 P1的0次方 總共α1加一次 α1加一項 乘以1-P2 這1-P2 α2加一項 點點點 這1-Pr 3-P1-P2 α1-P2 4-P2 4-P-P2 這個公式的由來 第三個很簡單 這個 分解成 標準分解式 每一個都 都是值數 所以值數的個數有幾個 有1 有2 一直到r 總共r個 紫因素的總額就把這些紫因素全部加起來